这个燕台也太诡异了 惊人研磨后 竟然能散发出冰冷的寒气 几个熊孩子不小心吸入了这寒气 就患上了体温不停下降 连哈气都能成冰块的怪病 村民找到了化野医生去救救自己孩子 再听说这孩子是去了他家仓库 动了燕台之后才变成这样 医生也很担心 他找来了银骨 银骨一番查看后 竟发现这燕台是用还活着的虫子制造的 可仅凭这些特征 还没法确定虫的种类 俩人只好把线索 放在了制造这个燕台的人身上 根据燕台背后的落款 银骨拿着燕台就出发了 他走了很久 才终于见到了做这个燕台的女人 女人对银骨拿出的燕台很吃惊 银骨希望女人把知道的事都告诉自己 女人说自己也在一直找这个燕台 因为他知道这个燕台有过三个主人 全都在一个月内去世了 女人的父亲曾是做燕台的名将 家里只有他一个孩子 他想继承父亲的手艺 却遭到了未婚夫和他父母的反对 未婚夫说做燕台的订单越来越少 女人做的燕台也没他父亲做得好 还不如别做了 女人却很固执 说自己一定能做出和父亲一样好的燕台 让未婚夫给他时间 为了能做出得到别人认可的燕台 女人不断地努力着 却始终都不满意 直到有一天 她在山洞里挖出一块石头 奇怪的是 自从有了这块石头后 女人仿佛着魔一般 不停地转刻着 最终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杰作 也就是银骨手里的这块 可就在她用这块燕台研磨的时候 突然生起了一股白烟 女人不小心吸入了这烟 但父亲却看不到 为了得到未婚夫的认可 女人拿着这个燕台去找未婚夫 未婚夫让女人把燕台留在她这里 她会尽力说服父母 没想到 一个月后 女人竟然收到了未婚夫的死讯 还听说自从自己把燕台交给未婚夫后 她就开始寒冷 还患上了体温不断下降的怪病 这个燕台也被当作不祥之物 卖给了骨丸商 之后 女人更是得知 因为这燕台又先后有两人去世的消息 从此 女人就不再做燕台了 银谷说自己找到头绪了就准备离开 女人却请求银谷把这燕台卖给自己 她想毁掉这燕台 因为这不是银谷的东西 她就带着女人一起去找花样 银谷此事已经明白了 这燕台里是一种名叫士云的虫 她靠空气中的水和冰为石 因为生活中云层中 所有无法自行移动只能靠风 如果在没云的日子里持续太久 士云就会萎缩 士云花了数万年的时间 重重变成石头 再被女人捡去雕刻成了燕台 再被人浇水研磨后多次复活 而女人吸入白烟后还安然无恙的原因 很可能是因为她之后为了找未婚夫 爬了一座很高的山 银谷让花爷把孩子们都带到这附近最高的山上 果然 在快到山顶的时候 士云出来了 在吐出了士云之后 三个孩子的身体也恢复了正常 女人问银谷这是为啥 银谷说是因为欺压 士云本来就是活在云层里的生物 和空气层里的物体一样重 在山顶靠近空气层的地方 士云就会被吸走 女人当初体内的士云也是这样被吸走的 为了杜绝后患 女人准备毁掉燕台杀死那些虫 话也却说虫是无罪的 燕台也很美 毁掉太可惜了 银谷看出来 女人这是无法原谅自己把这有虫的燕台送到世界 银谷提议把虫从燕台里面放出来 于是三人来到海边 女人开始不停地研磨 释放出了燕台里所有的士云虫 银谷和话爷爷鼓励女人 要坚持自己的梦想 继续把燕台做下去